川普遭暗殺未遂 重回槍擊地 賓州巴特勒造勢 現場數以萬計支持者不斷高呼 這次違安更嚴格 好幾名聚習手屋頂上戒備 同時無人偵察機盤旋上空 隔著防彈玻璃的川普 演講開始前 要全場為遇難者莫哀片刻 接著迎來重磅嘉賓 馬斯克頭戴黑色川普帽登場 瞬間群情激憤 馬斯克大戰川普遭遇槍擊 仍勇敢迴旋 表示川普當總統才能捍衛 美國民主非贏不可 重返事故地 川普打去呈現轉頭看圖表的開場白 川普把槍手形容成邪惡怪物 感謝天意阻止槍手得逞 利益變賀錦麗在川普指責救災不利之後 前往搖擺州北卡羅來納州勘災 一心動反駁川普 同時爭取藍領階級支持 雙方在搖擺州戰況依然膠著 都砸重金下廣告 要催出還沒做決定的中間選民 美國總統拜登信誓淡淡地說 本屆選舉會公正辦理 但因為川普不認2020年選舉結果 加上副手范思對可能的選舉狀況 以待保留 擔心川普敗選會重蹈覆轍 贏或輸洗憂殘板 記者王旭報導 明天下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